头上舟,五把七雄闹春秋,倾客兴亡过手,轻时几行民兴,北盲无处荒休,前人播重,后人收,说甚龙争,苦不咒 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今天下午呢,我们北京相声大会呢,推出的是单口相声专场 看似简单,实际上单口,比对口的更难说 对口的两个人之间都互相照顾,单口不行,全靠自己一个人 而且来说,表演的方式要跳出跳入 一会儿的功夫,我就是这情节里面的人了 一会儿的功夫跳出来,我又是这相声演员 而且单口很难跟观众交流 不像对口,出个题目大伙儿猜猜 现场可以搞一些互动 第三排那朋友您说的没事 你们大伙儿小子,是不是他挺可乐 这都可以,单口没法交流 而且单口表演的时候 最大的机会就是跟台下联合起来 非乱了不可 怎么呢,比如说吧,说一个故事 别人俩说话呢,儿子喊他爸爸 这一喊台下站起一百来人 一块儿答应 这得单交五十块钱,答应的钱 同样啊,一会儿这爸爸要喊儿子呢 大声一喊,也不能冲台下说 儿子怎么怎么着,底下茶碗就上来了 所以说单口相声并不好表演 中国的传统相声里边 单口相声题材很丰富 有这么句话 大笑话三千,小笑话是多如牛毛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现如今大部分的单口节目都失传了 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把这些个濒临失传的 或者是已经失传的节目 把它挖掘出来 重新排练放在舞台上 给大家表演 当然了,也离不开大伙儿对我们的支持 今天下午呢,能有这么多朋友 这么做的签儿 上这来,听我们这几人这儿胡说 本身对我们就是莫大的关心 在此呢,代表后台演员 向我的医师父母们致敬 谢谢各位啊,谢谢 前话少说 今天这节目啊,叫风麻燕雀 有人说了 我可听过这词 过去有这么几句话 风麻燕雀 金瓶采挂 这是旧社会的生意 不错 怕您是多知多懂 但是 风麻燕雀 金瓶采挂 说法不一样 各自的分类呢 也有区别 分开了 一边四样 风麻燕雀 是大生意 金瓶采挂 是小生意 但是 这几门里边 是以骗术为主 咱们先说这个 风麻燕雀 哪个风啊 蜜蜜蜂的风 蜜蜂 是形容啊 这种骗人的生意 是群蜂遮人 一大堆蜜蜂遮一个人 集体行骗 啊 现在当然很少了 早年间 这种集体诈骗的团伙 非常的多 他不光是骗老百姓 骗有钱的人 甚至来说 做官的为患的 他们也骗 哎 首选 还得是官坏人家 有钱呢 你说 三十来人 策划四五个月 街上随便找一个人 都骗他 啊 这时候就剩一根棍 就一个碗 一天弄好了 咧俩馒兽 不够调配 找官换 有这事吗 太有了 包括来说 清朝有一位 李鸿章李中堂 有人就打了 他了骑后 出去骗钱去 这一出去 是整个一套工作班子 啊 发生在哪呢 北京晚平县 晚平县的支县 这天 正坐在二堂上 穿柜呢 什么叫穿柜啊 这个词 哥衙门里用的不多 一般都是胡桃口的 油盐店 卖一天的穿成柜 黄将卖多少钱 冲卖多少钱 盐堂卖多少钱 轻如小商贩 那么说 哥的这个 做官的事 他也有收入吗 也有啊 多许有这么计划 三年清支府 十万学花银 做一个支府 要说 做清官 这几年的收入都很可观 又何况说 这新药是编的 那收入了不得 这天 晚平县的支县 坐在屋里面穿柜 正算账呢 牛打外伯 跟班的二爷跑下来了 回事 什么事啊 跟老爷爷回 来人了 谁啊 我问了 李仲掌 李鸿章的父亲 他说 赶紧 赶紧赶紧 打开中门 咱出去接着 李鸿章才咬的 全清朝野啊 谁不巴结人家大门口啊 哦 今天李鸿章的父亲来了 那得远街高营 哦 来到门口一瞧啊 跟班的带着四十多人 正当中这大轿子 扔着外 也得值得六七百两银子 有人从轿子里边 把老特爷扇出来了 由上到下 浮光宝气 穿着奖着 胸前散满了这部胡子 一瞧啊 哎呦 这老爷子得有七十来岁 将近八十左右 晚平之线来的跟前 一一到地 啊 这身部就跟要系鞋袋似的 手都构成地了 老爷子 老爷子 哈哈哈哈 下官 有势远迎 死这呀 死罪 抽眼一看 这老婆的脸是 面沉似水 很不高兴 也没说话 哼 外部往里就走 后边这些差人全跟着 晚平之线纳闷 我没招你 没惹你 你来到我这 我远街高营 错不漆漆的 你怎么跟我摔脸的 可是不敢说别的 跟着就进来了 来到里边 这老头 哐唐一下子 就坐在正当中 晚平之线在旁边 打了一个庞纵 吩咐人献上茶来 再瞧老头的脸呢 依然是 一丝笑闻都没有 之线就心里面 登登登直跳 李鸿章的父亲 来到我这不高兴 这可就是罪鬼 我得想方设法的 让老头痛快 大爷子 今天 您怎么有时间 上我这串门来了呢 我告状 我也在想您说的 您还告状 真是的 谁惹着您了 李鸿章惹着我了 我儿子惹着我了 还不笑声 我今天上这来 送他不忍不笑 你赶紧去 派人把他给我抓来 今天在晚平县这 你把他杀了 让我痛快痛快 啊 晚平县已经怎么着 李鸿章武逆不笑 我把他抓来 那是开玩笑 啊 权清朝野李中堂 谁惹着起啊 知的事是气话 赶紧陪笑脸 别在意 哈哈哈哈 您别这么大的活 李中堂为人 那是我们大伙有目共睹的 有事您就说 您别别找这么大吉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什么 他不叫我说呢 我准备上 千活山真无顶 前去降香还愿 他不让我去 哎呦 我估计啊 他瞧您这对方太大了 哈哈 一路之上路途遥远 怕您身体受不了 什么呀 谁说的 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 知道吗 他关键是 心疼钱 怎么还心疼钱呢 啊 我打算上千活山真无顶 我上那 庙里边 我前去 捐一些香火银子 他舍不得给我 哦 那么您打算捐多少呢 不多呀 区区两万两百银 啊 还不多呢 晚平线一算 我接一个官司 原告出两千 被告出两千 在这四千 哎呀 得接多少官司 才告两万呢 现如今 这买卖也不是特别好处 尤其最近 打官司的 竟不打 他们竟讲个私了 哦 哦 是这么回事啊 哎 老爷这 要说 这两万两也 不算多 可也不算少 哈 看怎么说了 嗯 小官我 拿两万两我 我我有点吃力 啊 要是李中堂 这两万两 既有牛只一毛啊 不算是 就是啊 哈哈 就不拿 没别的 一个人 你派人把他 拿来 神捆锁网 我今天告诉你 我要死的 不要活的 哈哈 我也对 他是 他是中堂大人啊 他我就是一个 小小的芝麻官啊 这 这我哪管得了啊 我不管哪个 嗯 万平县 是天下第一县 北京城也归你管 你是吧 你要不去 没别的 瞧这茶碗了吗 我今天把自己开了 我就说你 多打朝廷命官之父 别别别别别別 千万别着 哎呀 这吃 哎 这玩 哎 就这样吧 老爷的 呃 我我我活个稀尼行吗 怎么活啊 我先拿两万两银子 您拿着 千奔千佛山镇屋顶 有什么话 咱们爷俩回来再说 拉不出 我有儿子 是李鸿章 他应该掏的钱 你不是我儿子 你要是我爹 不过我没准 我孝敬你也是应该的 来人哪 吹两万两银子 工夫不大 两万两银子 银票拿来了 老苏接回瞧瞧 行 我给你打一条啊 让李鸿章还你 本您别去 您这不是骂我吗 您拿着 老头把这揣起来 端起水来张药和 登登登登登 游打外边 天生二爷进来了 太爷 什么事啊 李中抗报 啊 李中堂来了 你 你瞧这事 再你瞧老头的脸 当时沉下来 啪 啪 碗扔地下了 县官那心到挡了眼了 啊 你过来 把二爷叫过来了 你赶紧迎过去 啊 跟李中堂说 稍等一会儿 这会儿啊 老爷子正不高兴 哎 我坐下 我坐下 转身 往外跑 是李鸿章吗 是 真是李鸿章 啊 直立一带啊 前去巡查去了 回北京路过碗扁县 想到这儿坐会儿 问点事 那么说 屋里坐的这老爷子 真是李鸿章的父亲吗 不是 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封着门的 连这些差人呢 全是骗子手 给这老头化的妆 冒充李鸿章的父亲 这个事到这会儿 很难处理 你说是李鸿章的爹 李鸿章到门口了 一见面就知假的 怎么办 搁谁这事 也得露事 唯独人家这帮人 都琢磨头了 一点都不太害怕 站起身来 往外就走 现在爷后我还跟着呢 您别着急老爷子 您千万别着急 您都冲我了 您冲我了 往外走 前面李鸿章已经吓得叫 二爷一说 您稍等天客 老爷子在里边呢 正生气呢 李鸿章一琢磨 哦 县官他爸不在这儿呢 彭文呢 别人俩啊 闹点便 终于琢磨我这个身份 到了这儿 甭等着接了 进去吧 迈步往里面就走 来到里边 跟这位假爹 整走一对脸 老头回头 瞧瞧李鸿章 哼 一句话没说 扬长而听 李鸿章纳闷 前清朝也未及人臣 除了跟老佛爷说话 之我跪去 谁瞧见吗 都客客气气的 碗云县 小小之县 他爸爸怎么这么大笔钱 他爸爸什么官啊 什么官也不是 还纳闷呢 可在小之县 还满脸得意 怎么呢 你查去了吧 你爸爸这火你看了 我还替你压着这事呢 没使李鸿章这茬 先被老头送到门口去 有人扶着老头上了轿 这轿抬起来 时速一千四百万人 跑了 回到客厅 和李鸿章 让他上手过去 直线旁边 推手了一张 满脸得意啊 哎呀 中堂一厢可好啊 李鸿章很纳闷 这人缺心点啊 你爸爸今天这火可不小啊 啊 他怎么还细皮笑脸的呀 中堅 非之在 老爷子怎么了 你还问我啊 你这是 您那心里不是明白的吗 啊 李鸿章挺纳闷 我明白什么又明白 我不认识 不是 你你你你别这样 这到底怎么了 很闷 老爷子呀 生气了 没别的啊 这事 我可替您都乱在身了 我还替您花了两万两银子 没别的 中堂 这两万两是我孝敬您的 孝敬您的 你等会你等会吧 这是谁啊 这是你爸爸呀 非你爸爸 啊 打起来了 人家呢 早跑上去了 这就是风 啊 开始作案的时候 群风责人 一大帮人 有组织 有纪律 来完成这工作 作案之后 以窝蜂子的 叫散 这叫风 那么麻呢 嗯 有人说是麻 麻花的麻 有人说是麻 骑大麻的麻 这俩都对了 为什么说麻呢 首先说啊 麻雀的麻 房檐底下的麻雀 触梢上的麻雀 走到哪儿 随处可见 从能这种骗人的方式 到处都有 啊 并不稀奇 麻呢 因为这是一个人做的生意 是单枪皮麻 所以这两者 全对 啊 这很多 啊 装扮成不同身份的人 到各处去 敲诈钱财 过去来说 北京京南 大兴 有一位李善人 家里趁钱 站着房 躺着地 啊 存着多少多少的基金财宝 很有钱 这天 打外边 这些个家努院工们 全进来了 老爷 出事了 什么事儿啊 门口来了一个化缘的老道 您出去瞧去去吧 瞧他干嘛呀 咱们家是善人的 你不知道吗 嗯 一天到晚的 孤家人化缘还少吗 去吧 给拿点吃的 啊 呃 准备点散碎的银子 哎 一会儿工会儿又跑回来了 老爷 他不要 他嫌少 不要 他要什么呀 他要 文银 五千两 这哪是化缘呢 这是结他 我说这是 啊 这跟咱们现在似的 走着街上 也有这些个乞讨为生的 拦着你要钱 是吧 要 给了一块 给五毛 给两个钱 这就行了 没有说要 要很多的 啊 您可怜可怜我吧 你把那戒指信给我 啊 把您的手机给我啊 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你带着卡了吗 密码是多少 我说啊 我很可怜 可恨这是啊 没有 所以说今天 这主义说要 五千两 李善人乐了 穷疯了这是 啊 甭理的 看他怎么办 是 简断结束 这老道 就坐在李宅的门口 三天三夜 没走 没动地 没吃饭 没喝水 哦 整个村子全知道了 来一审仙 不吃不喝 就跟他坐着 啊 他去了不得这个 咱们可受不了 他也没东京 也没想上厕所 做才了得嘛 大伙都纳闷 李善人笑笑 不足为奇 哈哈哈哈 不足为奇 没事 看他才要怎么样 一会儿 打外边这些 兵兵又进来了 啊 了不得了 了不得了 他身上摆一大葫芦 葫芦里边冒黑烟 这黑烟啊 直上直下 有这么十几丈 而且 点了半天了 也没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真是神仙 甭管了 放咱们家那些恶犬 过去咬着去 啊 李善人家里 养了好多狗 啊 最小的那个呢 一帐开外 啊 善人嘛 是吧 这个 他也怕有不善的人抢他 啊 哼 把狗全放出去了 没想到 来了这老道跟前 老道手里拿一头尘 你看 就这么一甩 所有的这些狗 我把头尘就跑 才回来了 哦 善人一生 他有两下子呀 啊 不错 看来这一人呢 有道征 那您看 咱们是不是给他五千两百 只是说他道征不错 但是这些还算雕虫小技 不给他 也别说到最后 这老道实在没辙了 站起身来 提出了笔 言得了墨 在墙上写四个字 你是恶人 啊 你不是善人 你是恶人 写完了 又头走了 善人出了一瞧 这他写的 这他写的 拿刀拿铲子往下刮 刮吧 这墨也不往里面跑 你刮掉一层 这四个字又往里面渗你快 刮掉一层 又渗你快 行了 甭刮了 这我知道肯定刮不下去 过两天弄点灰 啊 直接把它摸上 你呀 跟着 看他怎么走 啊 跟着出去 速报我之 是 有这些个家农员工 跟着老道往外走 前面不远 就一河边 一小时老道啊 身背后摘起了蒲船来 往这个水面上一扔 自己往上一扫 这蒲船拖着老道 直奔对河就走了 家庭呢 和历叔 李善人一听 行 赶紧给我追回来 啊 赶紧追回来 一顿饭的功夫 老道回来了 啊 也是辣嘴 李善人 怎么样啊 还得请我回来 好 来来来来 请来上座 有人过来献好了茶 老道说 善人哪 善人 你可够狠的啊 我这几件 难道说你就不动心吗 哈哈哈哈 道长啊 您别过意 啊 我认为啊 您这几件 算是雕虫小技 嗯 我问你 我坐在你门前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 这如何解释 是啊 你是不吃不喝 你来的时候 胸前还带着一大串猪子呢 现在那猪子可不是来时候那树 知道吗 你那是人身做的 啊 有的还是牛肉的 我看出来了 啊 老道说对 你说这句 是是是 是什么回事 啊 这算算你狠啊 我算我狠啊 我数来着啊 一天短六个 嗯 啊是 那这个 我我 我那葫芦 怎么回事 我那发宝 什么发宝 哪的事你呢 你里边搁的是 狼粪 你自己配的药材 点完之后 直冲削汉 过去来说两个就在前打仗 狼烟四起 怎么来的 就指着这个 狼粪距离 一块一把火剪刀了 挺高的 这我知道啊 我会配这药 侯说好 善人啊 善人啊 善人以前是不是根本没有同胞啊 啊 啊 小时候干了 小时候干了 那您有年头没干这个 我他去年开始不干 来这个 那个老 我那个 你的狗 大狗小狗 所以我啊 啊 你看我 拿着佛臣一弄 哎 老道 老兄 这更简单 狗虽然凶 你那佛臣 那靴子里边 有老虎的毛啊 有虎须啊 老虎乃是百兽之王啊 狗鼻子最尖的 一文不对 他去跑等什么呀 啊 我写墙上的 那四个字 往里边渗 你那墨啊 是拿乌龟的尿 把它沿着 有这么句话 不一说一理善呢 越踏实 越往里走 我没踏实 再踏实 愿强就透了 啊 这我知道 哦 那最后我过河 这扑船 扑着我 啊 直接过去 我就是不会这个 知道吗 我要会这个啊 你 好到山东了 这会儿 知道吗 我绝不会请你回来 哦 你也有不会的 哎 我跟你说实话啊 我也就这一手了 你知道吗 你真想学吗 想学 你交给我吧 文银 六千两 六千 不是五千吗 那 当时你要是问 五千 现在我回来了 六千 好 八千 工夫不大 六千两银票拿来了 老道弄少了 揣在身上 啊 行 我现在开始教你 好 到兄 为什么扑船 扔在河面上 人踩上去 能往前走 你傻呀 你找四个汇水的在底下拖着呀 这是什么呀 哎 这就是 马 也叫马 这呢 就是燕 燕也是两个字 一个是 小燕子的燕 啊 草子头这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熔岩的岩 一听这就知道 一般呢 过去都是女人的行骗 啊 又是这个 燕 依靠自己容颜秀美 长得好看 啊 出去骗前去 前提 就是长得好看 长得跟催皮似 这完了 这 啊 那为什么说 非得用燕字呢 吃惊上有句话 过去把男女之士 叫做燕婉之球 一般来说 啊 十七八十八 有一大姑娘 长得很漂亮 有人帮衬着 出去骗人家 这就叫燕 那过去来说 北京龙湖寺 就发生过这事 啊 早晨起来 逛龙湖寺的人挺多 来一位大爷 嗯 挺精神 脑子上戴着俩海龙帽子 你戴俩呢 有钱啊 太有钱了啊 实在没分了 怎么办呢 买俩吧 现如心你上王府警 你看看这 海龙那帽子 要是真的那一个 植物齐不外 他弄俩戴上 身上穿什么呀 狐素的皮袄 狐素啊 狐狸啊 就脖子底下 这一块 就这点这 这是最暖和的地方 整个这大衣 这皮袄 得多说这段 扣这么一声 啊 俩手伸出来 这十一个大戒指 啊 这 还有一六指啊 嗯 金光灿灿 半斤一个啊 这六指上戴着钻戒 磕啊 七十多磕了着啊 啊 手伸上插着 怕上看不见 啊 宰谁冲谁还乐啊 他倒不是认识 他为了显摸这金牙 走吧 有大龙姑色 这条 溜到那条 那条 溜到这条 什么也不满 就为了瞧着一只大姑娘 小媳妇 有热的呀 啊 对我来一位 不是姑娘长得漂亮吗 没这么好看的了 啊 您闭上眼睛琢磨 这姑娘长得多美 有一想之美 怎么了 每个人心目当中 对美女的这个标本不一样 有人就喜欢大高个儿 有人就喜欢一米二的 啊 有人喜欢白的越白越好 啊 有人喜欢脸是绿的啊 一人一追求都不一样 你闭上眼琢磨 你就想 你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漂亮 这姑娘就长什么样 就这么好看 穿着也讲 就长得也漂亮 坐脑子上戴着 今天手上戴着各种的花 红花绿花紫花 玫瑰花 安卜的花 在哥达岛上就是切糕啊 哼 好看 手里还拿着一条手绢 又打那边过来 风吹羊柳一般 走到这儿 这桌傻了啊 插着这俩手 撕着这金牙啊 傻了 过来冲他一勒 手里的手绢 就这么一抖 里边出了点东西 什么呀 一种迷魂药 啊 闻着这香啊 碩香 比碩香还得香 还挺香吧 一闻上之后 当时这人呢 就迷迷糊糊 失去知觉 那么说这药里有什么呢 它主要成分呢 我不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咱有这么种东西 他一抖 这位陕迷大爷 站这啥了 啊 功力一伸手扶住了 哎呦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这是 有人帮着点吗 有人帮着吗 中国人有一个好的习惯 好头热闹啊 要是男子扶着 这事就没人管了 姑娘扶着 长得很漂亮 强过来了 好 这大姐 什么事啊 你说这是我帮复啊 还有那个心脚疼的病 你说今天又犯病了 这不叫亲命吗 您帮我弄在这儿 哦 没问题姑娘 没问题 我来 这扶着扶着我 扶着她 哦 扶着 扶着大爷 哎 你看这个 这怎么帮忙啊 这人怎么办 我跟你说 他这一犯病啊 浑身呢 像跟打火烧似的 啊 如果说这会儿啊 还让他这样待着 一会儿非热死不可 你帮我啊 把他这衣裳全脱下来吧 脱吧 来几遍 气质沙沙 大爷这事 已经全脱了 就剩一枯头 啊 姑娘伸手 把手上这几个尖子 全弄起来 啊 都弄好了 插在兜里边 你扶着她啊 我叫人家一会儿就来 拿着衣服 拿着金金首饰 全走了 三个小时 大爷醒过来了 啊 就看一枯头 整个是三九里边 啊 站尖站着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啊 这你们是干嘛的 这 你媳妇让我们这么办的啊 我们这 救你一命 这倒是你的啊 我这都快冻死了 我这啊 上当了 风麻燕 这就指着 那这个时候 天下的举子全来了 都到北京城 有这么句话说 叫做 臭沟开 举子来 每年到春季啊 三四月份 北京城啊 通下水道 整个北京 地下这些个管道 全部通一遍 把沟都得挖开 省得天热的时候 堵死 所以这会儿 北京是最臭的时候 老这么句话 臭沟开 举子来 自打 隋文帝 杨坚 在人间治病了这个 科举之后 中国多少个念书人 都让功名两个字 捆在里边 这一年也不例外 啊 在北京 得城门来 有一个小旅店 旅店里边 住的都是赶考的举子 这店叫什么呀 叫连生店 为什么好多人住这儿啊 就从这俩辈 连生啊 连生三级啊 做官盼的都是望上升 啊 跟他们桌下一样 这一场啊 七段下呢 都恨着 能攒底 攒着底绝 没有说一来了 我要是能开一辈子 查我很高兴 啊 没有说 做官更是如此 官越大 功名富贵 来得越荣 这一天 科举也接了榜了 谁考上 谁没考上 咱都知道 在连生店里边 有一间小房子 房子里边 坐着一个面书人士 放声碰碰 哭得这 哎呀 谁听见 谁难过 门一开 掌柜的进来了 前掌柜的 一听哭就知道 这是名落孙山 没考上 啊 认识这个书生 书生来的时候啊 小伙生 河北霸州人 姓张 叫张贵 小伙子不容易 小的时候呢 十一二岁 父母全没了 父亲临死的时候 把自己托付给了 叔父神母 我这孩子托付你了 你们两口子替我看一下 叔叔 没问题 怎么呢 哥哥的孩子 跟自己的儿子 没什么区别 婶儿就差着一块 啊 终归不是自己养的 尤其瞧着一天到晚 弄本书坐着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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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活也不管 屋里不管 收拾什么都不会 啊 一到吃饭时 饭的还挺大 婶儿心里就憋着你 啊 一天到晚的 嘴部闲着 做个哪个哪个哪个 闲话挺多 叔叔就算你别 做了孩子不容易 爹妈都没有了 你怎么忍心呢 是不是 你看着吧 看着他高榜德中 当了官 以后咱们也是老太爷了 啊 看着吧 考过一回 没考上 迎落孙山 回来之后 八分途强 我还得努力 嗯 三天后 我还要再去北京 哦 婶儿啊 这话比原来还难听 哎呀 你这个学你是没考上了 你这个犯人可是见证了 啊 一天到晚的 十七八分 大小伙子 你要我的心命啊 天天都为了他 叔叔跟婶儿 见婶儿打架 他心里也不是师父 自己只有一个念头 我要八分读书 好容易盼到今年了 往往开选 进京科考 临走的时候 婶儿告诉他 我跟你说棍儿 啊 咱们可就这一陪子买卖了 这不吗 给你预备的衣服 打点好了 啊 这还有二十两银子 你也知道 咱们装饰主 没这么凭钱 这是给你东罗西凑拿来的 去考去 考上了 啊 祖宗有眼 我们跟你想两千福 考不上的话 你也回来 没别的 装着地 跟你叔一块干 家里活 啊 喂个猪啊 放个羊啊 你什么都得干 出 咱都不念了 啊 叔叔 再经理事 你先经理事干 他不懂 他不懂 好孩子去考去吧 雷子姐啊 叔知道 你是好孩子 去吧 所以说这一漏之上 当官自己是暗暗的寝室 我一定要得个功名 我一定得当官 要不然无言见江东父老啊 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 怎么对得起我这叔叔水 啊 想得挺好 来到这之后呢 跟这前掌柜子呢 就把自己的事说了 我没有多少钱 不要求住上房 有哪儿便宜的房子 我住一间吧 前掌柜说 人家是局势港口 马上来叫上去 说一经厕所 发现酒地 怎么你跟人不一样呢 他就把自己事全说了 我这次来 我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要报答我的叔叔 报答我的沈娘 哦 前掌柜的呢 也念过书 也认识字 啊 跟他一讨论 学问 呼 瞧这小伙子了不起 啊 什么都知道 历史地理啊 英语啊 啊 这个 很多会吧 各文功课都不错 咱们就说好啊 嗯 你这志向 加上你的文采 你的口才 你怎么能够 发愁没有功名呢 以后了不起 你可能就是壮严狼了 不能啊 住在太次的房间里 哥儿吧 我半卖半送 这儿有一间好房子 你跟我这儿住 没别的 日后 如果说您要是得中壮严了 我还指着您啊 多照顾我了 哎呀 我多谢掌柜的 千恩万计 没想到 今天发网之后一瞧啊 没有自己 小伙子可傻了 脑子呀 就如同让人拿大棍子 扔了一下子 万面俱灰啊 完了 我没有前途 什么都完了 如果说回去的话 跟着 我说一块种地 一块养猪 那我这辈子也没意思 又何况出我的心思 全在念书上了 完了 我谁都对不起 干脆我找地儿索去吧 坐坐的屋里 是哇哇的痛哭啊 哭得惨了 掌柜的进来了 一瞧就知道 没考上 哎 这个 张先生 掌柜的 我功夫您 没考上 我是名落似的 我对不起您 我对不起您 你别这样 哈哈 嗯 依您的文采 应该没问题 我恐怕这里边啊 嗯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呢 对吧 我给您查查吧 啊 张贵大 您能给我查 没问题啊 哈哈哈哈 天子小下啊 这些个衙门 咱不敢说都去过 没有些个朋友 我帮你问一问吧 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张贵就出去了 赶总天黑回来了 啊 连色都白了 张相公啊 张相公 我给你问来 气死我了 哦 怎么回事 我们白人脱窍 花了点钱啊 哎 这钱您都往心里去啊 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嗯 简断结束 一直问到主考官那 他说你那卷子上边 有墨迹 斩卷了 主考官 没路 不对呀 我 我交转的时候 我写的是公公正正的 迎头小凯啊 我地上的时候 当时那个监考的老师 拿过海鸦了一下 当时我跟他说了 我说这是您弄的 他说了 他要跟谷口说 他怎么没说呢 哎呦 他疼死我了 小伙子趴着床上 哇哇的哭 张贵的劝吧 一会儿的工夫 打个火就进来 给炒了四个菜 烫了一壶酒 怎么端去的 怎么端回来 吃不下去 溜溜的哭了一宿 早晨起来啊 张贵的又来了 小伙子 那太难过了 啊 我有这么句话吗 胜败乃兵家常事 是不是 三年之后还能考 我考了什么呀 我考 我跟您这么说吧 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张贵的 您这大根大德 我今生今世难报 我下辈子不给您报 我对不起您 小伙子 这可不对 啊 人风这个绝处的时候 千千万万 不能够寻转见呢 嗯 一米的文采 你到哪都能控制 很好的闲针啊 你不能这样 你甭管我了 我自己了 我这脑子都乱了 哎 该吃得吃得该喝得喝 又打发人送吃的 给七茶 到中午 掌柜的又来了 张相公 有一点事想跟您说一下 啊 你说吧 什么事 成就成 不成就不成啊 啊 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嗯 你可别不厚 啊 按说呢 也是件好事 嗯 我这后院 住了这么一家人家 你没上后院去 后院呢 是有上等的客房 哎 有一位 从南方 到北方来的大人 前一段时间呢 有个疾病 死在这儿 撇下他的夫人 撇下一大家的人 管家用人 丫鬟老妈 全住在这后边 这夫人呢 太漂亮了 不实在的啊 我这眼 不揉沙子 我瞧几人瞧几多了 这么好看的夫人 没瞧几我 估计最大过不去 二十三四 见如今 丑效期满 而且啊 哎 要不说巧呢 这个 他们老爷啊 这差事下来 这一次啊 受任江苏长州府 知府 你获得了 啊 这个 文庄 官兵全下来了 他死了 嗯 人家夫人 有这么个义 想找几个 贴身的人呢 一块 到 长州区 人家不想把这十圈 搔进 我说您 又能写 又能帅 小伙子也精神 我想让你 试试 不管是当个管长先生啊 还是当个 二爷呀 反正干什么都行 怎么着呢 也算是 不辜负你的一肚子能耐 哎呀 张哥的 这可是好事啊 这个啊 那我谢谢您 对 吃完中午饭 下午 我带你过去 见见夫人 让人家瞧着 好吗 你你 你换换衣裳 换换衣裳 掌柜的找了几身衣裳 打扮人弄凉桶水 张大少爷全洗干净了 换着这身衣裳 吃过中午饭 掌柜的来了 来吧 咱们躺这儿了 说话可紧紧点啊 千千大半可别漏七 我知道我知道 来来来 来到后院 吹门进 瞧啊 张棍都傻了 这屋里边太箱子了 不敢说是金碧辉煌 也算是凋梁化洞 真没想到小院的后边 别有动静 还有咱们一间房子 啊 这张贵的 你太箱子了 后面有上房 因为经常吧 有这个大官们 官老爷们住在这 你没这么两间不行 坐这坐这坐这 刚坐下 出了一老妈子 最多四十岁 精明能干 掌裂不残身 叫掌柜的 再来了吗 哦 再来了 来来来 查查查查查查 还你站起来了 这位妈妈 挺好 哎哟 哈哈哈哈 呃 说是姓张是吧 哈哈 那个张先生 快坐快坐 那什么 七茶 说声七茶 出了四个丫头 长得漂亮 啊 鞭梅 辣梅 净梅啊 中文梅 啊 怎么呢 过去丫头不都叫什么梅什么的吗 我估计是叫这 拖着碗进来 倒是一杯茶 张棍拿起来喝了一口 就觉得从小到大没喝了这么好的茶 哎呀 太香了 把杯放去 哈 老妈的乐了 这是掌柜的跟您说了吧 是 嗯 老爷命短去世 撇下粗人 二十来岁 哈 这不嘛 粗人呢 算是守了寡了 我们这一大帮人也受联的 你想啊 在北京城熬一关容易 酱素长洲之谱 这是个肥圈 所以我们一直想 想到办法 咱们把这十圈 给它顶上去 千千万万的别糟蹭了 哈 呃 我瞧相公林文质彬彬 气宇宣郎 谈吐不俗 我估计 夫人一见面 就能喜欢上你 妈妈您 多信美言 没事没事没事 哈哈 等会儿吧 一会儿的工会 听到后边 环佩叮当 那环佩叮当啊 过去女人呢 穿的衣服挺讲用啊 上面穿什么金环啊 玉佩啊 啊 五九钢的链子啊 一走道啊 听得光了 听得光了 想啊 尤其这 夫人脚底穿的是一双 高底鞋啊 过去那鞋底啊 是拿木头做的 炫一木头根 而且人一变木头根啊 双层的 里边带小抽屉 抽屉底下是沙崩子 抽屉里边割的是香粉 一走道的时候呢 透过沙崩子香粉 落在地上 成了一个莲花形的 走起来好听啊 啊 这儿大 大令大令大令 大令大令大令 大令大令 公里原来在取权 唱过快板 望外一走 哎呀 天姿国色啊 太漂亮 啊 没烧眼角 出不进这万种的风流 掌柜的给引进了之后 站起来就出去了 屋里边 就剩下这三位 这是夫人 他们是老妈子 对面坐着这位张公子 张公子啊 不敢坐实了呀 怎么呢 心里边蹬蹬之跳啊 自己这屁股啊 找着邓子边 身子歪着脑袋拧过来 照相合适啊 夫人您好 叫 张相公您好 刚才我听前掌柜的也说了 我们的事大概您也知道了吧 我全知道了 全知道了 夫人您要是能够停歇一二呢 小生感激不尽 好 您吃饭了吗 我吃过了 这样吧 我们那起的晚还没吃呢 我说 张妈儿啊 去 准备几个菜 咱们陪着这个张公子喝两杯 哎呀 不认 你看这个 怎么好打扰呢 别客气 别客气 功夫不大 桌子上都摆满了 都是真羞美味 走筷啊 交圈啊 见筷啊 烤菜的是吧 都我爱吃点东西 都摆上了 烧黄二酒 那是没有啤酒啊 喝点黄酒吧 这夫人酒量可不小 拿大杯喝 只要一让走 拿起来 汁就一个 汁就一个 哎呀 这张公子心说 我这是不是在梦里边啊 我是不是跟神仙坐一块了 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啊 一高兴 也多喝了几杯 这个酒啊 喝多了之后啊 人就松弛下来了 两个人聊了汤 开始啊 说一些个风土人情啊 民间故事啊 后来聊聊学问啊 就是常诗啊 啊 念念诵词啊 再后来说着说着 就说点闲板 说自己的身世 嗯 山棍把自己的事全说了 这夫人呢 也说了 那跟老爷结婚呢 时间不长 老爷死了 现在如今自己多不容易啊 哎 没别的 张先生 日后我这日子苦 还得希望您 多帮助我 我说您说 您让我干嘛去 我就干嘛去啊 不管是当个师爷也罢 还是说 我算个账 管个粮什么 我全行 哎 你可真是个书单子 嗯 难道说 我们之间的关系 只能是主婆二字吗 啊 您 您 您这意思是 你再想一想 你我二人 不能再近乎近乎 再做点亲吗 干娘在上 手儿大离他 张辉差点把桌子兜了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嗯 你那个年纪 我这个岁数 我能当你的干妈吗 不是 那您说 就这样 他们 他们极为凶累 到的这生 哪有凶累同居的道理啊 你怎么糊涂 天天在一块 你那个年纪 我这个岁数 传出去有会说的 不会听的 特别黄河洗不清 我得要做个呀 张辉说 您实说吧 我这脑子都乱了 真的 你说怎么着 就怎么着吧 这儿吧 我有意 与您皆为连理 不知您 能赏这脸吗 啊 是真的 哥 张辉站起来 把这残子酒 关起来 哎呀 我太紧张了 我 我没想到啊 这天大的好事啊 我愿意 我愿意 好 来人呢 你开巴掌 游打外边 四个丫鬟 跟着老妈子全进来了 一个就是满面春风 前过来了 哈哈 姑老爷给您道喜 姑老爷给您道喜 哎呀 这个啊 同喜 同喜 夫人说你怎么了 这是啊 人家给你道喜 你得有赏了 对对对 同喜 有赏 哎 你被这豆汁闹走 啊 好好 啊 夫人乐了 你别惊她的啊 她好诡气 每人赏文银二十两 谢夫人 当天晚上 就在这个洞房了 全跪着好了 啊 两个人艳舌新婚 成就雨水之婚 结婚 婚转天 夫人说了 现如今你我二人呢 咱们是两口子了 你就是知府了 咱们不找别人了 哈哈 你瞧见吗 什么印啊 啊 官瓶啊 这类东西都在这儿了 马上咱们就走马上任 没别的 老爷活的时候啊 还用过一位师爷 把他带戴上 咱们就齐了 咋不人去 把师爷找来了 这师爷啊 四十来岁 一瞧就精明能干 找着老爷 找着来 这事 好 参见大老爷 归这东西吧 啊 玉子好了 直奔江苏常州 临走的时候啊 张柜对这建主宗 这位前掌柜呢 是千登万见 我谢谢您 没有您 我没有今天 啊 得了 看您好 我也高兴 大人一路小心吧 咱们一着 一帮人浩浩荡荡 来到江苏常州 上阵 来到这儿 一帮官员接待 咱们进去 升堂 礼事 把这一切都捋顺了 咱们不提 一到任 夫人 跟这师爷 可没闲着 每天的出主意 车宣杂水 怎么从老百姓身上瓦钱 啊 什么损主意都有 哼 他一出主意 张柜就倒着办 刚开始啊 张柜心里也不是姿 哎呀 好容易做个官了 我怎么也得当个亲官呢 可是呢 下注夫人村的 哎 千里做官为了吃穿 不为吃穿 何人做官呢 啊 你就听我的没说 啊 咱们来这儿 就是挣钱来的 天长日久呢 张柜也就习惯了 啊 行 我听你的 夫人你让我怎么着 做怎么着 可是有这么 两年左右 张柜的身体就不行了 一个是啊 八千九币 啊 好东西吃的太多 啊 再有一个呢 呃 夫人 四个丫鬟 一天到晚老缠着他 啊 夫人出去了 四个丫鬟来了 老爷你看 别人睡觉闷得很吧 啊 咱们一块吧 啊 所以说啊 铁汉也禁不住 完事呢 身体不行 那夫有毒 给他补 啊 把这人身呢 拿红糖腌了给他吃 那大象也受不了呢 啊 是吧 简断结束到三年头上 张柜的身体啊 几乎就算完了 一说话就喘 连喝都带喘 哎 这一天 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 张柜就觉着自己啊 心里边一阵的难受 愣愣啊 就睁不开眼 就晕着风 夫人说没事 给他熬那身汤子 一天到晚 大身汤 啊 拿这身汤子这么大个 比白薯块都大 切得了片 拿水熬 熬碗给他喝 一天喝好几碗 喝完之后 不光不见好 而且觉着浑上下没劲 连坐起来的劲都没有 可是夫人一天没闲着 这天夫人又出去了 长州有一座天保楼 首饰楼啊 都是采的南海的珍珠啊 各处好的这些个金银啊 都是各种首饰 在当地江苏 那是首须一指 夫人去了 那我今天来啊 准备打一戒指 这是我家传的这个宝珠 你来弄吧 啊 弄好了 管天要去拿去 你拿这个 不对 我拿来的不是这个 我那是价值连藤 啊 翻帮进贡 给了皇上呢 皇上赏给我们老爷的 你既然你把东西换了 这是价值连藤的东西 啊 你找吧 掌柜的吓坏了 怎么可能呢 谁敢呢 啊 夫人我们没有 没有 门也没有 封门 门就封了 封门之后 把牙医们全叫来 丁丁的叫来 整个的千宝楼 戒备森严 回到古来跟张国一说 张国很生气 哎 他怎么能 把咱们的东西啊 他给他换了呢 老爷 走走 我带你去啊 咱们这说理性 临走之前端起的参汤来 来老爷 你再来一碗 就说 关完了 老爷搭着轿子上门 一直拉到了千宝楼 来到这儿 四个胎人过来 把老爷搭进屋里 走着走不了了 搭到里头来 两个人全傻了 怎么办呢 老爷都来了 我跟您说 我们是真没有 啊 不能 难道说 知府夫人 还能讹诈你们吗 我们那个猪子在哪儿了 赶紧给我拿出来 哎呀 知府大人呢 我们是真不敢 吓死我们也不敢干这事 哼 你们真是大胆 华英雷书文 一口鲜血吐出来 张国算是死了了 怎么呢 您出来喝那身汤里的 有药 一下喝死了 哼 夫人一瞧 喝了不得 坐了脚子 我 哎呦 了不得了呦 朝廷命乖 死在千宝楼了 没别的 这官司咱们打了不 咱过去吓坏了 咱跪去了 没别的夫人 对儿吧 千宝楼我们愿意献出来 把自己所有家产 全赔给您 这事不要声张 不是说这也是个办法 是把天宝楼全接过来了 把张国弄回去 搁到后院 也没人吃这茬了 紧跟着 天宝楼里边所有的珍珠宝贝 全都弄出来 房产一卖 最后这房子又卖了四十万两 全入到夫人的身上 这帮人带好了东西 扔下了张国的死尸 他就走了 这就是江湖上的雀买 也叫雀买 那么说 怎么回事 连那个开店的板柜 他们是一回事 从开始就找 嗯 这个行 啊 这张国行 残土举止 他这气质 他要坐在那 他像个知乎 啊 这模式就像个张国的样 转定他之后 花两千两银子 买充足口 把他那卷子弄丧了 诚心的让他住不了 然后呢 后边安排这一步一步 都是有计划 这场事 真正的幕后的老板是谁啊 就是那师爷 啊 他们这生意干了 有这么二三十年了 最早的时候啊 这女主人公这夫人呢 是那老妈子 啊 岁数太大的呢 就退居二项了 啊 就干别的了 现在这夫人呢 要再干几年呢 也得往后退 也从这四个丫头里边 再逗一步 这摘好子来 你看啊 来到这个长州 整个这个事 他们的费用都割一块 是将近一万两银子 可是在长州地面上 都发明指明高 就有将近千万之多 天保楼 连房产 带这些个金银珠宝 也就有四五百万两了 都割了一块 这些个钱 花是花不清 从这儿可就出来了 那个年头 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也没有什么通讯工具 没有地儿去查去 那么张棍最后呢 找地儿一埋 也就算拉倒了 哎 这就是风麻雁雀 派人的四个行当 这是大生意 小生意呢 就是金银采挂 那就简单了 挂呢 就是这个 打把子卖艺啊 练武术的 这是挂 平能的吃饭 当然了 也得会输 啊 金银采挂 这个瓶呢 叫平输 踩呢 是电气法 这还都是靠能的 唯独这个金 是最骗人的 金就是 算挂项面的 叫金银 也分多少种 啊 有这个 火金 人家火金呢 穿的挺讲究 住在大酒店那边 跟前带着多少多少人 你想上那儿算个挂去 以前预约 一天就看 两还不多看 叫火金 也有水金 穿的挺破 一脸的姿名 头部都立着 伸出那少了个 分叉子似的 站在街边上 来来来来 过来 指你条名书啊 就因为这挨打 有名路 你不走去 这是水金 还有的什么呢 还有这个 他跟这边站着 你在那趟街上走 他过去 给你揪过来 这叫揪金 快赶上八股了 这就 所以说这个相面 是最骗人的 而且来说 他把人物的心里 都琢磨透了 让你自觉自愿的花钱 还有的时候 你看 什么都不带 就跟街上这儿 弄什么一个石头板 弄块墨 手站着这墨 跟这儿画 画个螃蟹 画条鱼 开不开头 光低头 画着画着呢 他叫你 画山南画山高 哎我说 画树南画树梢 哎我说 人都好奇 分叉一走 哎我说 叫我 低头看画画的 瞧瞧吧 一个桥 两桥 三桥都跟这儿站着 画半个皮子虾 勾了四十个人 人都齐了 他才站起来 各位各位各位 来的北网呢 咱们就是交一朋友 没别的啊 我今天是 脚踏生地 眼望生人 出道贵老地 没别的 全靠着各位 帮衬着我 今天来的各位啊 人挺全 什么人都有 有一人要发财 周一杰他不知道 我一句话告诉他 他就能发财 有一人要倒霉 今天晚上 庆祝之忠 我要说 怎么那回事 他躲开了 这是死不了 哈哈哈哈 有一要打官司的 有一个要打官司的 他准输 我要是告诉他 他就能赢 哎 今天人可不少啊 这里边还有一位 这个啊 有一位这个啊 什么呀 有一王八大爷 他媳妇背着他 跟别的男人可不干净 他可不知道 你知道吗 日后这祸可是不小 他是哪位 我还不能说 跟您各位说 做下事 他一会就走 他走了 我告诉您是哪位 哈哈哈哈 人群里有一位不爱看的 走 二哥 咱走吧 哎 别走 你走你就得了 哈哈哈 手效欺满 而且啊 哎 要不说巧呢 这个 他们老呀 这下午 我还能吃 我还能吃 我还能吃